北京时间7月9日,一项有政治风向标之称的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,在头版发表题为《近江经验云域发展契机》的评论原文章,强调以近江经验发展现域经济, 其旗下颇受大陆民众欢迎的新媒体侠科岛公众号发表了《近江经验》,为何高层如此看重的稿件?同天中国中央电视台推出了原创V视频,爱拼PIA《近江人》,7月8日,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发表感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《近江经验》起射录,2002年时任中国福建省省省长的习近平总结出了《近江经验》图源, 新华社为何?中共三大官方媒体机构几乎在同一天时间宣传《近江经验》,实际上不仅中共中央媒体,地方媒体也参与其中, 6月12日中国福建《近江》召开了壮阔东方朝奋进新时代庆祝斩阁开放40年《近江经验》,大型主题采访座座谈会,中央及地方30多家媒体记者参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